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仍然有相当的信心我们现在用这些收紧的措施 再包括现在针对一些特别地方的群组 例如昨晚来说在公屋的一个楼层 所有其他的住户都要接受隔离 再加上今天进一步收紧我们社交距离的措施 我们第四波疫情应该是可以控制的 不过我一直说香港在控制新冠疫情 其实一直都可以说做得不错 因为我们没有全面的闭关封关也没有全面的感触令 但是就是用一些不同的社交隔离的措施 和我们公共卫生的措施 是可以将疫情来说控制得比起很多的国家 都是一个比较小的规模 而且我们公共医院里面到现在都是没有医护人员 真的照顾新冠病人受感染 但是去到这一点时间来说 虽然我仍然有信心第四波我们可以控制到 但是那个时间有没有一个预算 正如我们有些专家说我们收紧了一些防疫的措施 去到好像7月那时用的这么严格的措施 这个专家都认为可以控制到第四波 但是我的问题其实已经 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现在担心的 其实已经不只是说第四波了 当然第四波我们仍然是要努力 配合政府的措施 尽量希望可以尽快控制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反复的一二三四波 那大家都不禁问就是说我们还要有多少波呢 那最近我们也都医学界有些朋友在分析 那当然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波的原因呢 就是第一我们在防止外来输入的这方面 当然一直都有很多漏洞 那当然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星期来说 政府将入境的朋友的检疫隔离措施 就逐步收到就是说现在呢 就一定要在机场做测试 那还有呢也都要点对点 闭环色这样 运送我们这些朋友去一些指定的酒店 那当然这个是会比较好 那但是呢其实 其实入境的环节呢 我相信仍然都仍值得要检视 还有空间可以做得更好 因为我们无论我们内部做得怎么样都好呢 若果是入境继续仍然可以有滲流的呢 那我们都永远都有隐忧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就现在大家都讨论我们内部 假设是入境可以做得很紧 内部怎样清零 现在我看得出政府呢 今天已经是回复回去 几乎是最严格的措施 那我相信他都很心急 很想尽快控制第四波 但是第四波控制完之后 是不是真的清零呢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疑问 政府都有加紧了那个措施 和在输液源头方面呢 都已经有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 其实对于政府的一些防控成果呢 一直都是 其实可以说是平价不一的 有些有说不错 有些有说 为什么那个 一直好像一波二波三波 到底有多少波 那作为一位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 你怎样平价 怎样合观的公正的去看 政府相关的措施和成果呢 其实是这么说的 当然最近这一两个星期 我接触的很多朋友在医学界 其实对政府的最近的一些做法 都很大程度上有个不耐烦和不满在里面 不过我自己呢 就是用一个尽量客观的方法去看这件事呢 我自己觉得呢 在社区的 就是那个社交隔离那方面呢 政府现在做的那些措施呢 的确是能够做得到它说的那个 就是所谓张词有道 就是按照疫情的需要呢 而将我们的社交隔离的那个措施呢 去调节 它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希望呢 这样的调节呢 是一方面拿到一个平衡 嗯 就不至于影响得我们的生活太紧要 嗯 还有呢 一方面也都可以有效控制疫情 但是这件事呢 你刚才说的那件事呢 很多那些市民也都提出了质疑的声音 你想拿到一个平衡 一方面不会太大影响大家的正常的生活 工作 一方面可以控制疫情 但是那个事实的结果呢 是已经出现了大四波 为什么不可以就 真是出一个肯招 要来一个一刀斩断的 源头也好 内部消化也好 那不是长痛不如短痛 大家情愿那14天短痛一下 解决到问题 对我的了解政府 就是为什么 就是不会出一个 就是刚才你描述的这个 真是 就是 比较极端的这个招数呢 因为我们见到其实 比如说内地都有采用过相类似的方法 其实是几天已经 几百万已经证明了 就是我们行政长官也有说的 就是第一呢 要去做这件事的确不是容易 在香港要动员 第二呢 在香港来说 市民 是不是全部都接受呢 是有个问题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 就是其实我们要看事实 那我当然希望能够透过 这些这样的措施 是可以控制到我们 那个疫情 但是事实就是我们已经反复了四次 所以我自己觉得呢 部分的 就是很多的朋友 现在开始支持 这个全民检测 这个措施呢 其实都有它的道理 因为如果你 不用一个 比较彻底一点的方法 实际上 就我们可以预见到 我们的疫情呢 会继续反复 所以我相信呢 是时间 要去想一下 一些比较彻底的做法 虽然我自己都明白 很彻底的做法 譬如全民强制性的检测呢 不是容易的 不过经过上一次的普及社区检测之后呢 第一个环节 我们在化验室的方面呢 其实现在已经应该 比较能够掌握到 内地为什么在短时间 那么高效率 可以做到那么大数目的化验呢 一定的原因呢 一定的原因呢 是在那个化验的流程操作那里 那这些不是说 你科学技术水平问题 而是流程操作的问题 那这个其实我相信 某个程度上 我们已经学了 也都留下了 内地有几间的机构呢 有这样的经验的人在那里 所以你真的要做起上来呢 其实呢 我相信也有可能的 其实是有难度 但是这些难度不是不可以克服的 可能随着疫情一波二波三波四波的发展 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人 去认同一些大家可以有共识的方法 去解决香港的疫情问题 那我们看到呢 其实一波又一波的来越来越多 大家对疫情的认识呢 也都不断的积累 那你认为从政府到市民 大家应当从之前的一些防控中 可以吸取一些怎么样的经验或者教训 其实如果你问我呢 在控制输入的病例 和在我们社区内部的防控措施里面呢 你如果问我 我反而是对于防止从外输入这个环节呢 我的看法是比较负面的 就是说过去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由开始到现在呢 实际上看到政府呢 是逐步逐步地加紧 但是实际上呢 从来没有一个阶段 是做得比较真正严密 由开始的准许家居隔离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居住环境 那么家居隔离呢 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效果呢 是很大的疑问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交通方面的安排 是没有做到一个 就是我们闭环式的管理 就是说呢 回到来需要继续检疫的 未完成14天检疫的人 是可以自己去 和外界公众接触的 在公众的交通那里走来走去 那么跟着呢 我们又发觉有些 在酒店隔离的人呢 可以有人去探到 那么就是凡此种种呢 其实就是都反映到呢 我们是就是防止 从境外输入这个环节呢 其实漏洞是太多了 嗯 其实实际上都现在 今天这样的措施呢 是不是真的 我真的没有机会去检视 每一个环节 嗯 那么我当然留意到 政府现在已经在说 那些酒店 嗯 是一定要指定的 嗯 而且呢 它就不能接待其他病 其他人的了 嗯 那么这个是一个 那么你的酒店里面 是怎样防止人 其他人去探他啊 嗯 嗯 里面的防疫措施怎么做呢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嗯 交通好像现在都说 有处理了 嗯 是要用特定的交通工具 嗯 那么我们还可不可以 更加好地利用 阿博那个地方 嗯 的一部分的地方 是要来等我们入境的 市民呢 嗯 因为据说现在就说 大部分 是可以回到香港的 多数都是香港的市民的了 嗯 嗯 是否可以容许他们在里面 做一两次的测试 嗯 就是或者在里面呢 都逗留几天做两次测试 大家都知道做一次测试 有时未必 是 起码都隔四五天做多一次测试 是 然后再有剩余的 需要隔离的时间 才去那些指定酒店呢 是 如果你能够 将这个入境的环节 真是从头检视一次 做到它是比较严密呢 嗯 起码我们 无后顾之忧 嗯 那我们才去集中讨论 我们大家社区里面 怎样去对内去清理 明白 那其实见到呢 现在全疫病法的一个高峰期 冬季呢 就已经来了 那作为我们普通的市民呢 尤其是当疫情 已经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 大家应当 怎样配合政府 保护自己做好一些防疫抗疫的一些工作呢 大家都可能有 留意到有些报道 嗯 真的开始呢 已经有些病人呢 是受到两种的病毒感染 嗯 再者呢 就是说 如果你 所有这些 上呼吸系统病毒 病征都是类似的 那如果我们真的容许 同时又有一个流感的爆发 嗯 到时 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呢 是真的会疲于奔命 嗯 辛苦的现在 再几十倍都未定 嗯 无论你在医院 还是在社区 嗯 因为你根本 面对很多的 类似病征的人 嗯 那当然你可以个个都当他是 假设他是新官 因为你被迫是要这样做 是 那所以我觉得呢 嗯 双重的 那个疫情呢 我们一定要尽量是透过 接种肺子性流感的疫苗 嗯 和有一部分高风险的病人呢 要接种其他相关的疫苗 譬如说 肺炎、掩求菌、疫苗等等呢 嗯 尽量 将其他的影响呢 或者其他的因素呢 去排除 是 我们才能够呢 是集中精力呢 去应对 我们的新官 嗯 好多谢高医生 其实有关于我们的疫情 是否可以清零 怎样可以清零 怎样可以真正做到 控制疫情呢 我相信还有很多问题 想和高医生谈讨的 但是我们今期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期继续和高医生聊天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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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